這禮拜我們要接上禮拜的數列開始 上禮拜我們教的是數列 數列的話基本上概念是一個數字排排站 那我們這禮拜要提的是 叫極速東西 就是我們從數列再往下延伸 那什麼意思我先拿例子說明 假設這邊來看 極速的地方 就是我們先看 4、7、10、13、16、19 這個是我們上禮拜要你們講的 這是一個等差數列有沒有 差距3 這是一個數列 那這數列的話上禮拜教是這個 叫做一般式 用大括號來寫 然後這叫一般式 是內容 然後N等於1代入去 N等於2代入到N等於3到N等於6 N等於1是不是3乘1加1變4 那N等於2代入是不是3乘2加1 變成7 一種類推嗎 那這個單元呢 往下要講的是說 極速很簡單 就是把我們的數列 再做晉級 把這個豆號啊 我們把它換掉 換成加法 就變4加7 加10 加13 加16 加19 OK 我們就往下加 所以現在呢 要交的東西 就只是把這個數列 我們呢 改成一堆相加 變成一個叫極速的概念而已 這種東西我們叫極速 等於說我們這次的主題 也是要玩這個 那上禮拜的話呢 基本上要講的是 把它區 豆號區隔 所以我把課五念一下 在這邊 就是說咧 如果我們現在啊 把數列之間的那個區隔 豆號 我們用加法來取代 那這形成的一整排數字啊 現在日本人的數字是相加 我們把這個整排四值稱為極速 所以是四值喔 是這一排四稱為極速 所以你不要把它算出來 我先不要把它算出來 我現在只要列這個四值 這個四值算算就可以了 OK 好 那在這邊的話咧 這禮拜我們要多一個東西 以這個例子來說 以這個例子來說 4加7加10加13加16加19 就是這個東西的極速 我沒有辦法可以說 是這個東西的極速 這個數列的極速 請注意一下喔 不要把它加起來 算出來喔 我這邊是要把它列出來 OK喔 那這邊的話咧 我們往下 等下拿個例子來講一下 OK喔 那這次的狀況 跟上禮拜不一樣 這次的話咧 我等一下會寫這例子以後 一樣 要你練習 要你操之外啊 這禮拜我們要多一個東西 就是請你 請你喔 回去 把這邊啊 我會出作業 你把它寫完 一樣上傳到Rubio 等於說 上傳的部分 除了原本的操筆之外 這次我們要再上傳作業 那作業會在我們題目當中 就是請你 上課影片把它看完 對 請你注意一下喔 就會在題目裡面 OK 在這邊的話咧 我的作業會在題目裡面 注意一下喔 是作業裡面 好那我舉例來說 我們看第一題 好那這邊的話咧 我直接拿例子喔 所以這邊的話 比較多的是要操作 因為這次要提的是Sigma 比較複雜的東西 要你會會寫 那接微積分移的基本概念 那樣子 好那我先挑第一題 所以我們這邊會寫比較多例子 好 那這邊請寫出數列3n-2 這一般式的極數 那他要請你算出前五項合 OK 所以這邊的話咧 我主要我只列前五項就好了 那什麼叫前五項 就是n等於1代入 n等於1代入 n等於1代入 3x1-2 是不是3x1-2 那算出來的結果是3-2 所以第一個是1 再來 當n等於2代入 那就變成3x2-2是6 6-2是4 所以這邊是4 那n等於3代入 339-2是7 那再來的話咧 n等於4代入 因為我要列前五項 所以這邊n等於4代入 變成3x4-2 所以3是12 12-2是10 再來n等於5代入 就變3 這邊n換5嘛 就3x5-2 所以15-2 是3 那這邊的話呢 極數理問上是無限多個 好 速列是無限多個 那他今天要問極數 極數的最大特徵是要加喔 所以這邊要把它改成加法 加起來 所以這題的話咧 是要你列出前五項 然後再來把核算出來 這題要求核 這題我要求核 所以我們把它加出來的話是 20 30 35 好 所以這題有兩個動作 第一個請你列出來 這樣子 第二個請你算出來 會有兩個答案 OK 然後在這邊我多列幾個題目 來試一下 那這邊一樣 練習第一題喔 n平方的極數 OK 那n平方極數的話咧 我就把n等於1代入 n等於1代入 是不是1平方 1平方 那n等於2代入是2平方 n等於3代入是3平方 n等於4代入是4平方 n等於5代入是5平方 那這個單元是要求極數 所以是用加加起來 好 然後咧 這個第一段 這是第一個題目 叫你列出來 第二段要求它的核 那把它算出來 那我這次的作業喔 我沒有辦法算核 這次的作業我主要都叫你列出來 等一下會出 然後在後面會寫 OK 所以這邊1平方加2平方是4 加3平方是9 加4平方是16 加5平方是25 如果這題只要你列的話 這樣就可以結束囉 這是第一個答案 那這邊還有第二個答案 是要列出前五項 所以我們把它算出來 算出來應該是55 然後這個答案是55 那我再舉幾個例子 這邊我大概會擠六個 除了這個例子之外 我練習我也會擠六個 OK 然後再來我們往下 寫出數列5n-1的形成的極數 一樣要寫前五項 然後再算出核 所以我這邊只列五個 所以n-1代入 就變成5乘以1-1 再來是5乘以2-1 一樣把它代入 5乘以2-1 再來n-3就是5乘以3-1 再來n-4就是5乘以4-1 再來n-5的話是5乘以5-1 那一樣我們把每項算出來 5-1是4 然後呢 10-1是9 15-1是14 20-1是19 再來25-1是24 所以如果直接請列出來的話 就這樣就結束了 那只是這邊我多個題目 練習題的部分 我要把它加起來 所以我們把它算出來 好70 這應該是70 那再來我們和第三小題 一樣 在這邊的話 你列它的數列 一樣前五項 然後把它加起來 那你數一下 我強調前面就是我要答案 就是一個答案 後面是要你算出來核 是第二個答案 所以這題都有兩個答案 我講了很多遍 那再來 這邊一樣帶進去 所以我第一項的話 是不是3乘以2的1代入是1-1 1-1是0 這是第一項 在第二項的話 是不是n帶來2進去 就變2的2-1次方 是1次方 再來一樣 3乘上 這邊帶3進去 3-1是2次方 再來去往下 3乘以2 這邊2 那這邊帶的是第四項 4代入是4-1是3次方 最後一個 3乘以2的5進去 那5-1是不是4次方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數列就要結束 只是它是極數 極數是要用加法 做合併 那一樣我們要把它算出來 那這邊數字比較大 出來的答案是93 然後後面是第二個答案 那我這次練習的話 等一下我要你做作業 只要寫前面就好了 寫這邊就好 那一樣我這邊繼續練習 現在有3個題目 我繼續多出幾個 因為這邊的狀況比較多 狀況比較難 就是看起來差不多題目 可是改一改就不一樣 好那我往下 好再來我們再寫3個例子 例子4 練習4 練習5跟練習6 我們再做3個 那這邊的題目剛剛不一樣 我把它簡化 這邊我們只要列出 不用算合 好那在這邊的話 來我們一樣一個 一個來 那這邊例子4的話一樣 我這邊一樣列5就好了 他極速理論上是無限多個 會寫不完喔 所以這邊我只列5個就好了 那這邊的話一樣 N等於1代入就變2乘以1的3次方 那第二項的話是不是2代入 是不是2乘以2的 這邊N代2就2的3次方 再來呢 2乘以2 這邊換3代入 這邊3的3次方 再來第4項 2乘以4的3次方 就是這邊2跟3次方都固定 唯一只有N會動而已 再來 2乘以 這個N換5啊 就是5的3次方 那這個題目啊 目前沒有要列多少個 那我就一路寫下去 就點點點就好了 那這一題就是我要答案 對 那剛剛要算合這題不用喔 因為這邊數字開始比較複雜 我不要你算合 就是你只要列出來就好了 先了解什麼叫極數 要想什麼叫極數 跟數列很像 但只是差別就是我們用加法 用加法 好那再來 這邊的話呢 一樣 N乘N加1 然後寫成極數 一樣我這邊列啦 那一樣他就是 我就列5個齁 然後一樣我就點點點寫出來就好了 因為沒有要你寫多少 那就變成無限多個樣 所以這邊的話呢 N等於1代入 那這邊1加1是不是2 這第1項 這叫第一個 那N等於2的話呢 代入 那再來的話呢 這邊2加1嘛 就變3 好再來 N等於3代入 是不是3加1是後面 就變4 再來 N等於4代入 那後面就4加1 是5 再來 這邊N等於5代入 N等於5代入 那這邊5加1 就變6 那再來我就是 點點點1代推 好 那這邊是5要答案 OK 看一下喔 那在這邊的話 你注意一下 我們概念就是 這是第一組 我們自己加做區隔 這是第一組 然後再來第二組 再來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1代推下去 無限多個 那在這邊 除了這個相成之外 不一定要是這種 明確的多項師 或是像這個 N在這個位置 它也可以出現分母的狀況 就是分數這樣子 那一樣我帶下去 以這個例子來說 N等於1代入 N等於1 那這邊 這邊是不是N加1 就變1加1 就變2 那上面有個分子是1 所以這是第一個數字 那一直在推的話 這邊N等於2代入 那2加1是不是3 然後這邊是不是照寫 就變2乘3分之1 就變2乘3分之1 好 那再來這邊代3 那3的話 那3的話 就是3加1 是不是4 那這邊寫1 是不是就是3乘4分之1 再來往下 這邊的話 就是N代4 那這邊N乘N加1 所以變成5 那這邊還是1固定 好 那4個 那我還不夠 我照上面規矩一下 我就列5個 那這邊N等於5代入 是5加1 然後這邊一樣1照寫 那因為這邊是極數 你注意一下喔 這個單元是極數 如果單純題目上個禮拜的話 寫數列 那我只要用斗話就結束了 就斗話就結束了 可是這一題啊 它是問的是數列喔 是數列喔 不是數列喔 是極數喔 是極數 極數喔 那既然極數的話 它要區隔是 這個是用加的 然後點下去 OK 這次我要答案 OK 好 那在狀況之下 還沒完喔 那 到這邊我就有題目 有作業讓你寫了 OK 有作業讓你練習 好 那再來 等一下我會直接跳到那個 作業那個畫面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第一個作業 第一個作業 來看一下題目 那這邊的話呢 我先講它的做法 這禮拜要做的是 就是呢 我一樣 我會Ruvio開一個作業上傳 請注意一下喔 這個是另外開的喔 另開的喔 另外開 就是跟你們抄筆記 那是分開來的喔 這另外開的 這屬於作業的 好 另外要你練習的 然後呢 寫好又一樣 拍照上傳 跟之前一樣啊 就是把這邊 那這邊 這禮拜我會出 兩組 這算第一題 這樣子 這六個啊 加起來算第一題 那我會出兩大題 還有一面 等下後面我們 等下上課的時候繼續 OK 那會有六題 你把六題啊 寫在一起 然後寫完 拍到上傳 開在Ruvio上面 OK嗎 這邊你出一下 六題 好那 第一題就是這邊啦 請列出 括號四人加一 就是這個數列 這一般是 然後我要請你寫前五項就好 不要算出來喔 不要算出來 我叫你寫前五項就好了 OK 我所謂不要算出來就是 就是你只要寫出什麼加什麼加什麼加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會有五個東西 你只要寫成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不用算出來 等於多少 這邊不用寫 不用寫喔 不用寫喔 注意一下喔 不用寫 就跟他的類似立體 呃我們看練習四 練習五 練習六 就這樣就好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N三次方一樣 列五個就好了 而且你不用乘開來喔 你就直接寫成什麼什麼的三次方 舉例來說就是像第一個依賴就是1的三次方 那一直類推的話再繼續加什麼什麼三次方 就是你只要寫出三次方的格式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 我這邊只要你懂什麼叫做數列 跟極數的差別 那極數是有加 數列是沒有 那他們很像 OK 同樣這邊的話也一樣你寫出來前五項 都不用算出來喔 就是你這邊等於多少 你不要算喔 不要算喔 請注意一下不要算出來喔 嘿 嘿 OK 那這邊呢有六題 第三題是6N-1 再來呢 6N-1 再來是2乘上3N加1 再來N乘N加2 跟N乘N加2分之1 這邊的六個就跟我們剛剛上課 那六個例子差不多 我只改數字 你可以照剛剛的方式去改 只是剛剛我都有把單算出來 因為我們 課本上的習題啊 是有要你算加的 那我先不用 這次的話我先沒有要那麼複雜 我就算考試期末考或是初題目考試 我都不用你算出來 我就只想你先列就好 今天你能把這邊的概念 理解就可以了 行嗎 就是能 知道 那個 數列啊 把它呢用加法寫出來稱為極數 這樣子我覺得你OK了 行嗎 那這叫一般式 這裡面叫一般式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主題 那我們等一下往下看第二個檔案 你去看下一篇影片 我可以看這一篇影片 就行了 想有一下 每一看 他是個案子 你